这个是一台很漂亮的四系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车呢 是因为有个客户看到了这台闪亮亮很个性的小跑车 觉得这个车很不错 找我们去做附检购买 四系啊 在这个很多三系的车主当中呢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升级的项目 或者是当时想买新车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车型 我们这个客户呢当时他买了全新的三系药液 320药液 那他当时心里他就很想的买一台四系 可是无奈当时四系的价格稍微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他当时折中曲线救国 买了三系的药液 那经过几年的时间车子也贬值了 已经能够够得着了这么一个预算了 正好他翻翻翻我们朋友圈 看到这么一台车 那么首先四系啊 就是一定要比较个性一点 那这个颜色呢足够的亮眼了 足够的个性了 他内饰的内装他又是配了一个大红色 就是很有这个视觉冲击感 那OK这个车配置还是算蛮高的 首先动力系统 它是一个430的高功率发动机 那相对于425来说 哇操他的动力会更加澎湃 整体的一个纹路的质感呢也是很不错 因为这台车 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频率不高啊 它才开了四万多公里 哈曼的音箱啊 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屏幕 425的屏幕相对来说小一点 还有一个液晶屏幕 那这个都是它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内装的配置 就预算够不到M4的一些朋友来说 那这个车呢也是 你能在外形方面呢 是很接近于这个M4的一台车 你知道改改前后杠啊 改改这个排气 改一个轮骨 改一个刹车 哇这个车就会变得很帅很帅 上车自动递安全带 这种感觉谁懂啊 虽然我们给客户逃的车 后面会在不同的环节 由不同的部门 做更详细 更数据化的分析和检测 但是为了第一时间 把我们对这台车的感受和印象传递给客户 一个当场的视频讲解 立马就能让对方 与我们感同身受 左右手力对称 然后很紧致 点刹 点刹没有一个这个松框的一个现象 之前有开过425 这台车的一个动力呢 就比较来得快了 它的这个变响很聪明 它立马给你降大 然后动力就呼之欲出的出来了 让我们看看鉴定老师如何说 这个车车框还是不错的 然后是全车一个元气状态 然后就是前面稍微有一个小的事故 然后初险金额是3万块钱 3万块钱放在搬的车子 可能事故稍微可能有点严重 但是放在430这台车上的话 因为它的配件价格零真比是很高的 所以实际上3万块钱 也就是换了一个钱包 换了一个大灯 再加一项一些人工的拆装工时 然后它前面唯一动到的螺栓 就是前面的这个水箱框架 上横梁的螺栓 是拆装钱包的一个辅助拆装 这是它车头的一个问题 车尾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后挡风玻力 鉴定下来日期上可能有点问题 不确定是不是原厂 它的后挡风玻力 是有一个提前生产情况 或者说是确实是更换了 那么它可能就是差了一个月 我们这个后续还会在进一步研究 保证交到客户手上 是给客户一个确定的答案的 不会有摩托阳可答案 大概就这样 大家对于这期淘车感觉如何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ения关于尊重